恭贺新年的门松,粉嫩可爱的新年装饰,让有些冷清的雷门前商店街多了一些新年的气象。 虽然没有了熙熙攘攘的外国游客,前草风景线之一的人力车夫们依然卖力的吆喝着。 与往年一样,前草重建市商店街已经被装饰一新。 鱼紫板,迎春风筝,破魔剑等代表日本传统好运的装饰物,为商店街增添了不少新年味道。 受疫情影响,商店街有个数量锐减,多位日本本土客人。 店家们为了吸引购买,除了传统伴手礼优惠促销外,有的店家还新增了今年日本大热动漫作品的衍生产品。 无论是口罩还是衣服,设计采用动漫主人公衣物的画纹图样,希望可以刺激本土粉丝的购买欲。 延末,东京中共肺炎感染人数激增,政府呼吁人们留在家中过年,也令参拜人流大减。 为了避免感染扩大,寺院方也采取了很多措施,如提前在抽签处准备酒精消毒液,取消洗手处的水勺,采用直接用流水洗手的方式等。 为了避免拥挤参拜,寺院方终止了正月一、二、三日的内殿参拜,很多游客也都自觉提前或者延后参拜日程。 持续的疫情,令日本人的生活和工作模式都发生了很大改变,令人们怀念也更珍惜从前那些平淡无奇的生活。 新唐人日本记者站报道